哈囉大家好我是gevin 今天懶人包帶大家回顧三教頂峰中 正氣凜藍的佛教先天 就是誤會的佛劍芬說 佛劍芬說正式登場於霹靂武林為霹靂九旁作第34集 截至目前佛劍芬說演出時間約18年左右 今天特集帶大家回顧這位剛正不阿 正氣凜藍佛劍高僧的造型、武器、武學、身份 統計佛劍目前造型約為21套 以下也帶大家回顧佛劍芬說各時期造型 中文字幕製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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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扛佛蝶 脸型虽带慈眉善目 无形间却带给观众与剧中人物 一丝不协调的杀气氛围 多次战役中为对抗强大敌人 佛剑分说 无悔散尽必生佛法修为 化成修罗 作风比原本更为暴力 直接 行动中具有压倒一切的气势与爆发力 而为呈现此特质 则以佛射力静散 为长法垂肩的造型 与原本正常形态下的佛剑做出区别 而修罗造型也分别在末世路 朱杀邪之子 霹雳其相与一夜书共战鬼梁天下 在兵甲龙横时期 以双向之力挡下赤飞天杀招 问鼎天下决战鬼如来 在避邪玄荒时期 灰魔之战中因佛缘有损 化为散法形态 而佛剑分说的造型 在收服佛形缠纳后 原本如银罗般的设立 形状有了改变 多了森纹设计 但动机风云 刀剑春秋时期 则换回原本呕头形象 维持原本服饰 刀剑春秋同时期 为天佛元香对抗黑玉妖皇 而壮烈牺牲 在舒容龙袖的奔波下 于冰柔重生 在冰柔公主二趣味下 脸形变成龙袖面孔 而在重生前的佛剑 早已被望成员暗中施以秘法 使波寻跨越空间限制 以秘咒影响佛剑 在弥达重出之后 出现黑色修罗版的佛剑 与霹雳金涛更是暗邪皇面貌 其后霹雳魔风时期 继承醉佛愿力 进入冰王状态 造型也露出胸膛 发型也带有修罗般的白发 搭配如眼睛般的饰品 更增有冰王的气势呈现 并且玄皇时期 佛剑分说造型变为 墊尖的袈裟设计 设立部分也以影法卷起 继问顶天下后 造型与过去做出明显分别 佛剑分说所持有武器乃为佛蝶 佛蝶外壳乃依开合式剑鞘 其有金色六字大名咒 翘首为一尊坐卧的佛像 翘耳则既有金环 翘壳中则置有佛门圣剑 二饼形似古铜状火焰 丙手有一枚斗大红宝石 剑即覆盖雕纹 扩长的剑身更凸显佛蝶 斩液断罪之能 佛蝶也历经变更造型 天罪时期 剑鞘背面与卧饼处多了开口设计 二饼也为服调整 问领天下时期 剑鞘上的作佛 则改为持剑的愤怒冥王 六字大名咒文士 加上火焰盘龙纹衬底 剑身经纹增宽 增加红色玉石 此版佛蝶也遭波寻则毁 于金涛时期 为修补佛蝶穿越时空 斩杀暗邪黄 取回另一半力量 佛蝶也在三趣情术灰映下重造 剑合上减少原本火焰图文 也从原本持剑鸣王 变为战力菩萨像 剑身调整纹路 剑饼处增加禅部 为现今佛剑所使用的版本 而佛蝶 有一故事则为 佛蝶现世从天而降 落于中原与西佛国交界 剑饼朝西 剑身在东 中西双方各有所属 难分佛蝶最终落处 所以中原佛教与西佛国流法天宫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举办法藏论道 变佛大会 胜利者便拥有佛蝶的保管权 在佛剑分说 击败金炎宗围下胜出 获佛界之主 天佛尊赠予佛蝶 拥有代表佛界 斩罪断业之权利 获免其杀身无罪 佛蝶外窍上 其有金色的六智大明咒真炎 每当佛蝶出窍 剑身献出之际 泛至真炎随即浮现环绕 散发出轻胜耀眼的佛气 另外佛蝶当中更暗藏玄妙 依据一连脱身大作《燃若经》记载 佛蝶之内藏有佛门无上心法 灭盘禁体如意法 唯有流法天宫两名转世活佛 隔着佛蝶互逝 如意法口诀方能浮现 同时也能解除双佛并现之祸 而佛剑于不同时期 亦曾使用其他武器 为诛杀邪之子 以邪器邪之刀斩杀邪之子 改变灭绝希望的世界 协助死国 营救阿修罗 因符合炼友如来幻星金 虽可使用神房与伊刃 斩断阿修罗与妖儒的连结 却功败垂成 为度化鬼如来 接受开宗明眷挑战 收服佛形参纳 与鬼如来一战中 与敌醉膝角其断 融合罪佛 社无心的原罪业力 化作明王 同时使用佛蝶杀身罪 佛剑分说出自佛门 师臣天佛君 与问菩提为师兄弟 与至教好友道门 剑子仙姬 儒门疏罗龙袖 并称三教顶峰 亦是三教中顶尖剑客代表 多年前曾于问霞峰 听蜀道行论道 与耶稣 敬流离 亚森佛公子 秦尼孤禅 因佛为友 穿越时空 在未来遇见数序人 再回到现今 指点数序人退隐 与西佛国 小活佛 犯岔前然 共同执行逆天之行 得名号圣行者 在春宁境界解救炎清城 受午禅之招急伤时 进入大雪园 开导骚得迷惘 多年后 法常论道再起 与风僧白云剑 成为如师如友般的互动关系 点化化身天子仪的玉娇娘 在灰魔之战中 指点多年前曾解救的剑墨岩 在范宇圣菩提进入孤威岐 亦从圣明卷上 得知继天佛尊后的灭渡圣者 即为佛剑分娑 每进入孤岐 佛剑分娑便会注入内力 使圣菩提 重归繁茂 佛剑分娑的招式 皆以佛法修为为主 而威力最巨之招 即为万帝一灭 也为终战之招 即灭邪之子 鬼良天下 弃天帝 其他五学 配合佛法 即有六字法印 网向佛印 大伦天子 明佛圣印 就泛弱 配合佛爹的剑招 也有围城联峰 佛雷展夜 为观世异度魔界原形 以明剑天官 催动阿纳绿眼 天佛元香存亡战中 与妖皇一搏石 破镜修为 使出神渊剑印 射昌生 佛剑武学 一展现火鼠修为 天火灭叶 焚风火怜 九败灭 泛心灭 与剑子先机 殊柔龙袖 与攀影神功 修炼天极圣光 重创七天帝 莫翰走廊 与虚无封印之战中 三人使出 九龙三光 其封魔 封印虚无 佛剑芬说 体悟佛理 斩尽世间一切罪恶 坠入无间 亦不悔的慈悲佛者 得天佛君赞与佛蝶 开启其艰辛的修行之路 她的诗号更是背负着杀身罪的初衷 与剑子龙袖旗线时 一如原本佛剑所坚持的救世之路理念 为罪佛之不平化作明王 斩尽世间一切恶念 前面替大家整理佛剑分说的相关造型 兵器、人际关系、武学造译 接下来也用各时期带大家回顾佛剑分说的救世之路 在凌郡肆虐独独武林之时 神渊佛者不忍苍生受此悲苦 以身为心抗衡病毒 在功臣之际佛剑分说入室 一间扛起是佛重罪 成就佛者悲怨 协助正道培养抗体解药救皇会 解救饱受凌郡之害的神舟昌生 之后梵天、白莲、双双蒙结 为解救苏寒真 佛剑分说独自前往30年后的未来 取得梵莲 却目睹30年后的世界 竟是昏暗未明 生人不在的景象 取莲途中 屡遭不明活尸 家畜人包围 中途竟发现佛蝶 红尘断剑 佛剑于翠桓山上 以过人实力退去强敌 让不见光明的未来世界 开启未来的一丝阳光 苏寒真自此数据人寻上佛剑 并解释30年来发生的种种事迹 嗜血年纪 让佛剑预知未来所发生之事 在夜口月人 嗜血者夹击下 中原群侠微弱雷软 在深入研读之时 佛剑竟遇嗜血之王 帅女阴阳师天际来攻 佛剑挺身保护寿难苍生 却遇时空乱流 再将佛剑拉回现实 而手中的嗜血年纪 也遭撕裂一半 在亲身见识灭绝希望的未来之后 佛剑分说开启逆天之行 首先与剑子先机会面 研讨年纪 与玄空岛上出面 制定公平对决 保留中原最大战力 以抗未来潜伏暗处的嗜血危机 随即佛剑前往西佛国 会见西坛多三世活佛 饭岔前然 两人的会谈 开启盛行者 解救苍生的逆天之行 为护权属道行 与苏楼龙袖 对上嗜血之王西蒙 与嗜血者势力 督臣 血宝齐县之际 三教顶峰共同杀上 对抗西蒙 提摩 查理王 在奥笑红臣身受重伤 受人陷害之时 佛剑分说从奥笑口中 得知凶手 极有可能是好友 苏楼龙袖 佛剑直往苏楼西风 对上龙袖 在对战中 同为顶峰的三剑齐会 竟让剑中真相破 逼使苏楼龙袖 投入嗜血者行列 而此同时 小活佛排下计策 让邪子子潜入流法天宫 与之共同解开邪兵位 见此冒死对上西蒙 取得致邪之气 邪之刀 引发邪子子报复 重创小活佛 最终一切布局 小活佛自愿牺牲 佛剑分说再度担下杀佛重罪 承受疾行 揽下西佛国 众名唾弃愤恨 带着活佛头颅 前往最终决战 与最终嗜血之王 邪子子开启时空之门 决衣死斗 化作修罗 而体力伤势之差距 佛剑尽遭邪子子所杀 嗜血之王取得头颅 尽遭反噬 而先前未杀佛子 佛剑分说体内佛形 佛丁 竟让佛剑回光返照 身后锁非剑合 尽非佛蝶 而是唯一能杀 嗜血之王的邪之刀 邪子子终于在连串牺牲布局下正绑 而死前 却将体内邪兵位 堵入佛剑体内 也为佛剑开启未明之危机 而未来之境的散去 也象征一切功臣 也是佛剑分说逆天之行 无悔之盼望 佛剑身受重创 体内又有未消除的邪兵位 也引来龙袖 魔龙祭天 对其虎视眈眈 佛剑苏醒之客 对上龙袖 在龙袖逃命至 艳媚鬼枣之客 佛剑遭邪影 一掌打入沼泽 在剑子的安排下 佛剑被变异天邪所救 而体内邪兵位 却无法被消除 佛剑于剑子安排下 进入再生涅槃 抑制邪兵位 此段期间 佛剑用镜解法 在化修罗 一粒射粒 进飞入丛林之中 此因也开启未来 佛剑之危机 而佛剑于再生涅槃期间 武林却见佛剑杀人成凶 遂剑子与佛剑部下计策 假意翻脸 引出真凶不忘成还 同时邪兵位也遭 不忘成还所夺 在连串布局下 佛剑也将其斩杀于 汉海原始林 而不忘成还真实身份 乃圣宗以如意法 所化之身份 在不忘成还死后 圣宗在背后 能动作平平 剑子先机 亦遭其所害 在阴谋家圣宗 以为即将得逞之际 佛剑前往流离仙境 牵制圣宗 与剑子日月才子 共同让身怀容器 与斜兵位的圣宗 地理斯败亡 而此时 吞佛开启射道 魔火肆虐武林 佛剑挺身挡下魔火 未解魔火 佛剑前往找寻解法 在村林境界 遇见炎清城 透过照耀网席之灯 观向未来之眼帮助下 委托羽人悲劲 前往罪恶坑 取得阿纳绿岩 在无风源上 佛剑使用阿纳绿岩 却遭魔界 圆祸天荒重创 佛剑奔说 借此进入万线岩疗伤 在复原与万线岩解封后 佛剑立即前往平山 委托恋而眉 推动平山 让佛剑得以观看魔城全貌 魔军战亡后五大神器动乱之客 武林靖传闻 原额为佛剑之子 而原额确实乃为佛剑分说 为驱散体内斜兵位 一颗飞散的舍粒 在机缘巧合之下 打入了一只怀孕的母元体内 母元体内的幼元 因吸收了这粒子中 佛剑轻胜佛器修为 与斜兵位之力 体质产生了变化之灵童 在阴谋加鬼梁天下煽动下 原额遭酒祸所杀 而得这一切的佛剑 佛剑又被殷若耶提寻信 发掘一切乃有心人之善动 佛剑再化修罗之态 斩杀成为魔戒戏作的殷若耶提 受佛门通气 与耶稣决战孝鹏来 引来各方关注 但一切乃双佛所策划之布局 透过佛剑之佛蝶 与耶稣所修习的佛禅印 让阴谋加鬼梁天下得以扶诛 而战中 佛剑亦受鬼梁天下武残之招重创 在耶稣的诵行下进入大雪原 其间受奈若之夜消锁治疗 得以恢复佛元宫体 异度魔戒维获不断 神舟二柱断裂下 也造成大地两分 弃天帝降临人士 形成苦境最大危机 而佛剑所在之地域 有战兽天鹿残杀百姓群霞 佛剑挺身挡下魔兽 并找上龙袖与其共同联手斩杀魔兽 而神舟裂缝合一后 三仙天护航一夜疏风之痕万里狂杀之战 为解除弃天帝危机 三仙天进入盘影神宫 修炼灭神之招 在群霞的努力下 终是促成七天帝回归六天之界 而七天帝的最后一集 打向神舟第四柱 第四柱断裂及神舟入城毁灭 剑子佛剑两人挺身后劲必身修为 维持神舟第四柱不致断裂 在龙袖的努力下 救出佛剑剑子 透过六疏一以神皇之气 让第四柱修补完善 后来四境之战中 灭尽妖士浮屠清洗苦境 三教顶峰再现 会战灭渡三宗 配合梵天对战佛业双生 同时死国营造墨汉走廊 三教顶峰联手 对战死国战神阿修罗 受灭境为杀下 佛剑剑子将佛业双生引入万里狂杀 终让耶稣以完全的九犯神隐 将佛业双生就地扶出 而梵天先前进入火宅佛域 以魔断佛修复弓体 星星却见受邪气影响 为主入魔的耶稣 佛剑剑子多次立足梵天 在群侠未解救阿修罗 佛剑在以修罗之力 阻挡化为明王次飞天的死国创造者 天者却遭受重创 再度隐于幕后 圣魔之战中 佛剑分说再次入室 通过开宗明卷之考验 得到佛行缠纳 化作修罗诛杀鬼如来 配合素晗真之计划 进入中阴界 调查周三奇异之阴君 于审判天之佛之战中 佛剑出面保下天之佛之师弟也胡缠 天佛元香遭受妖界围攻之客 佛剑遇血维护惠作望成员 却被妖皇罪神却所杀 而佛剑之死 其身躯也被打造成为佛谷兄兵 为让佛剑复活 也使书楼龙袖再出武林 于龙首尔奔波下 佛剑得以复身 但佛剑却被当初所维护的望成员 以秘法影响 被魔佛以秘咒控制 在龙袖以佛蝶搏命下 佛剑吸收佛谷兄兵 回归本心 斩杀望成员 多次对上魔佛波寻 佛蝶被其折断 在此之后 佛剑便前往重寻佛蝶 找回陆世初心 于此期间 佛剑身处大圣凌云寺 但因佛剑多年呈伤不断 却仍不停勉强自己 在陆世的佛剑 劫世风生 找寻佛蝶与自己陆世的决心 因先前与邪子子对决中 因逆天之举 产生空间变异 佛剑分说再度踏入30年后的世界 不同的时空未来 却在建同样的灭绝希望的世界 率领群众消灭另一个自己暗邪皇 让佛剑取回力量 回归现今 于静月观音种种牺牲安排下 以气灵藏影 获去胎藏妙法 透过三趣情术 重造佛蝶 手握佛蝶大战斩天下 弥平贵祸 在三教势力动荡中 佛剑分说配合静琉璃 莫昭奴 谭无欲等人从中斡旋 醉佛射无心受阴谋家所害 佛剑继承祈愿 承担杀身罪愿力 化作不动明王 对抗吞日御龙主 以三光之御 拟平并封印 混沌之飞 为救治魔科虐 所伤的风森白云剑 而向明剑爵士 所要佛镜钥匙 带其前往治疗 恢复后的佛剑 与剑子龙袖会合 一战诸世之末 解除末伤危机 后受爆炸冲击 而三人同时消失 地狱鸟力量在线之际 三教先天的生死下落也成为武林焦点 而三人始终困于卫福之中 单人力量更继承给予 当初莫伤执行者 成泰寻民所化的少阳君身上 在安排下大眼之软弹势 三先天亦一同脱困 而脱出后的佛剑 立即前往处理代办要事 地狱鸟 引动地灰 近世七狂 率领灰魔众 突入万佛而来 佛门圣地 灭渡泛雨 亦受迫害 灰魔 无灭灵界的合作 开启成昏魔天罗 萌墙笼罩武林 佛剑在此佛蝶现世 退开魔众 配合师弟问菩提 协助泛雨竞权 破除萌墙 泛雨圣菩提力量 虽至胜强大 但龙孤有其 凡到孤其 便需灭渡圣者 前来灌输功力 而受泛雨本来主事之托的禁如�禅 揭开灭渡圣者 乃圣心者 佛剑分说 而佛剑 因先前卫服 宫体未愈 此段期间未抗衡灰魔 乃使修罗禁法 让自己达到顶峰状态 而灌输圣菩提圣气后的佛剑 仅剩两成功力 受灰魔众 与大雪原围杀 在师弟问菩提 领悟自己与圣菩提之间的连结 圣菩提胜利 全速还于佛剑分说 佛剑力量爆增 回归本身 恢复最原始的佛剑分说 重创灰魔 对付三灰 牵制天地主宰 而圣菩提力量 因全速回归佛剑之身 因此抑制于树下的邪念爆发 被奉赏狼啸一所得 陷害问菩提入局 却也在问菩提与佛剑分说的配合下 揪出其真面目 统合所有力量的狼啸一 对决圣行 圣前者 在豁命牵制下 重生的圣菩提 在三大佛者 静如禅 半渡元 静流离的阵法下 由问菩提强贯胜利 收服化为圣灰的狼啸一 犯于一切危机终告断落 而佛剑也前往异境 欲营就当初被帝徽 以地狱鸟余力 封入异境的范语身却诸佛 前行之际 再问纸经萧白玉琴 为佛剑为之之旅送行 一件改变天锁 应该机终丢病 依然已不可意料 胜情叫胸心天命 胸心天命 有别多希望是天命死鬼 胜情叫该入口水 胜心天命 胜盟胜胜胜的银河之身 银河生之身 胜盟胜胜的银河之身 鬼断不凶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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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无缘 祝祝 真是人用心的最后一种路 真正生情 自如一种中间 最后一段路停 不见魂水请不走 以我用心 引用救世心意量 在五人中团 管一几一 同是家伎一环汤 一滴胸物不凶之身 鬼断不凶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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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行来,始终为苍生坚持自己的理念 即使这条修行之路艰辛无比,也不曾稍有迟疑 而潜入未知境界的佛剑,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呢? 而未来武林如遇其他危险 我们也相信圣行者必将不由分说 再度踏上杀身砍醉的救世之路 今天的懒人包大家还喜欢吗? 接下来的懒人包会继续推出三教顶峰的剑子仙姬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们的意见与想法 或者加入我们的LINE社群,跟我们说说 喜欢今天哪些片段,也一起敲碗之后 其他经典角色的英雄事迹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介绍的话,也不妨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每周二、六都会推出布袋系的影片与Podcast 喜欢这支影片也可以给我们点赞订阅加留言 现在我们也有开启LINE社群跟各位导游一起讨论剧情 定期锁定我们的资讯,我们也不定时会推出抽奖活动 回馈给支持我们的观众 之后我们会更努力推出更多元的布袋系相关影片 也请大家帮忙推荐给身边的朋友啦 那我们就之后的礼拜二再见咯 我是Gavin,大家拜拜